金門這件事情 哇這幾天還是在不斷在燒啊 理由第一個沒有人知道 那我看玉珍委員也賣了一個官司 本來他一開始還說可能是感情因素 現在也說不是 對他是說在不對的時間 不對的地點做不對的事 那這就很有伏筆 其實我跟你講 現在兩邊都在擔心 某一種情況 他變成燙手山芋欸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兩岸共打 司法互助啊 那通常是要牽涉到重大刑事犯罪 比如說殺人 重大傷害 還有印度 還有這個金融犯罪啊那一種 那對社會有重大危害 坦白講 這個逃兵 還不算是重大刑事罪你知道嗎 欸他現在也不能定調逃兵啊 沒有同期已經發了就是了 到今天到今天他都他都沒有那個 但他今天不可能回來啦 一定要發 那這個是敵前喔 因為那是前線 對 敵前逃亡以前是死期內 現在是十年以上 我是認為喔這裡面可能 雙方都在擔心有一些引擎會不會爆發啦 比如說是不是有軍中的壓迫 你懂我的意思 就你一個人欠三十萬你會跑到對面 我實在很難想像 你知道吧 對 所以是不是你跟長官處不來 或者是你受到了什麼軍中的 不知道什麼我們不好說壓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我認為什麼感情啊欠三十萬啊這個 就導致你想要游到對面去這難以想像 我們這幾下也是據傳 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證實 但據說他就是在飄的過程當中 他打電話是打到大陸的海警隊 而不是打回金房部 有這麼一說 他就表示他真的要過去 可是體力不济嘛 然後跟是不是這邊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你講邱國正在擔心什麼 邱國正擔心 他會像李明哲一樣出來認罪 或者說要做一個交代 交代記者會 那一定會講出一些對國軍不利的話 那這個在國際宣傳上 對台灣這個國軍很不利 那這個會不會發生 沒人知道 因為如果牽涉到的是管理師當 哇這個有文章可做啦 因為譬如說他也要有他的正當性 你說你是幹嘛 三十萬就跑過去啊 沙沙不理你你就跑過去啊 對不對 哪有這種暴力嗎 你看他爸氣成那個樣子 對把他腿打斷 對啊 所以你說那陳玉珍本來想要幫他 說你是不是精神有問題啊 有沒有用一些不同的筷子 老闆講那個玉珍喔 玉珍是個善良 他很善良 很善良的立委啦 我也認識他啦 他事實上在幫他找下台階 他結果都沒有 也不是把他腦袋爬袋沒有 那這個 因為只要通緝鈴還沒發 還可以用個人理由來做解釋 那目前看起來找不到個人理由 因為這個欠債失戀 給人家感覺對個人的壓迫程度都沒那麼嚴峻 在因果關係上拉不起來啦 三十萬 三十萬你家沒有辦法幫你還啊 分歧好不好 而且你有正職耶 你是自願意耶 所以 會不會在軍眾裡面發生了什麼事啊 這個當然就有人感到好奇嘛 那請問大哥你認為 我跟我在講說他認為他回不來了 有可能嗎 沒有啦基本上是這樣啦 就我剛剛跟你講那個共打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對你找不到那個 他不會 不會這麼簡單的事情就把你送 可能不然中國大陸一天到晚接受 司法復助一天到晚搞不完 忙不完 我去中國大陸就碰到一大堆台 台灣人都是詐騙犯 中國大陸也知道啊 也沒把他遣返啊 他哪有時間每天來搞這個啊 遣返是一件很累的事耶 那你如果不是我剛剛講的所謂的 刑事 重大刑事犯罪 他幹嘛去理會你啊 你在中國大陸過日子啊 你不要違反我中國的法律就好啦 就以前很多人都這樣 我甚至還看過 偷渡過去的那熊殺犯啊 那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可能也知道啊 也懶得處理啊 連那樣都沒處理啊 因為很麻煩嘛 那個時候兩岸關係也沒那麼好 說實在 現在也是啊 我是不是說我們去要看到有人 哦 你是同氣犯哦 這 居然還噴到這種 這種 超有太廣闊了吧 不是他就台商嘛 台商就找他的 他可能一些背景 他做生意的啦 做生意的 好所以呢這個 能不能回來不知道 但是 就是在回來的上面第一個要用什麼樣的原則怎麼談其實有點困難 那剛剛亮哥也講 我們這邊也有陸海空軍刑法的問題啊 你是敵前奧王哦 你不要搞錯啊 嗯 那過了那麼久都沒回應 那你回來之後 你是不是又要找理由說因為對方不讓我講話 對啊 是啊 一定會用這招啊 那對大陸來講 你幹嘛又傷我 你懂我意思 這樣卡在這裡嘛 所以亮哥是不是廈門也不好處理現在直接弄到北京 這個絕對不是廈門的啦 這一定是安全單位介入了啦 所以邱國正才在那邊講說外面的人不要亂講話 所以我就說我也不要亂猜啦 我只是說 邱國正知道因為有一些政論節目就彈開了 他各種猜測一定出來的 從第一天起其實大家都在猜啊 是啦 可是這個坦白講對國軍很傷啦 因為總之你就是跑了一個兵嘛 而且 而且絕對是自願的嘛 對方又不能強迫你過去對不對 就是你這邊跑了一個兵嘛 那國際會怎麼理解你嘛 他第一個理解就是你軍隊管理出了問題 對 不然第二個就是那個忠誠的問題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當然第一時間的那個質疑點就是忠誠的問題 所以你這兩個都要否認 就不是忠誠的問題 也不是管理不當的問題 這兩個都很傷耶 所以我們 他寧可會講管理不當比較不傷吧 對 我們要說成 因為他感情問題 因為他個人欠債 一定要用他私人因素 對對對 可是因為私人因素實在是連結不起來 那兩個權衡之下 因為你在欠太少錢了 你懂嗎 欠30萬 就會落跑 跑一輩子 這難以想像嘛 對不對 又不是莎莎這種爵士美女 感情沒了 不要再害我等一下被出征了 真的先不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人家一定會聯想到 一定有管理問題 要嘛就是忠誠問題 可是如果真的只剩這兩個選項的話 那當然 那對國軍都傷 都傷 都傷 管理問題好一點吧 還是傷 忠誠很傷耶 我知道 但我當然當然知道啦 可是 你管理不當到兵 落跑 而且是落跑到對岸 這對士氣會 因為二丹你沒地方跑 說實在 二丹島你怎麼跑 有一件事想請大哥幫我們來解釋一下 因為我有看到我們的這個帥將軍 帥華民將軍 他有提到說 金門跟廈門 這個大家都知道 中華電信的網路是都可以通的 但他說根據以前的慣例 前線發生叛逃事件 那小兵打電話 可以打給廈門 也可以打給金防部 那他怎麼最後會指望到對面去救你 那他說為什麼小兵們沒有發動雷霆演習 這個要究責啊 雷霆演習要幹嘛 雷霆又不會因為這件事來打你 發審刑啊 太大了 小兵大作 太大作了吧 雷霆演習是說你有被攻擊的可能 對不對 我覺得 孫將軍當然講了就是說 對方就是覺得打到金門這一邊 就是會被抓嘛 他要躲開這邊的法律嘛 所以不管是忠誠或管教啊 反正他只要出去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他犯罪了 那他是不是就做好不回來就準備了呢 因為你叛逃啊 叛逃就是 他是拿著手機跟錢包耶 前線就是十年以上 我不相信他連這種sense都沒有啦 而且他是已經當兵好像當了第三年了吧 對啊對啊我認為 不知道這一些恐怕太離奇了 所以人家才會去 思考說你到底受到什麼壓力嘛 對不對 怎麼可能會因為一個女友 因為30萬 那做出這麼大的 逃亡的行為 這個因果上太怪了啦 那請問亮哥 你因為大陸會安排讓他出來講話嗎 喔這樣就很麻煩啦 現在這個氛圍 他是希望跟台灣改善關係啦 所以要不要做到那個程度啦 喔還不知道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氨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